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全盘的话应该是左边的这一条黑旗 这块边可能还比较薄弱 有这个可以继续冲击的这种可能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爱好者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明明看到对方围起了一个边控 而这个边控呢是有利可图的作为己方来说 但是苦于没有招法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破控 那这盘旗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启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黑旗的边控 它其实有几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这个大飞 大飞的情况呢 如果让白旗来走的话 有诸如点进来这样的手段 那做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白旗点 当然黑旗 它是不愿意从上边压过来的 假设这样白旗还是很满意 它可以从这个三线上顶过 顶过的话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木树 所以如果白旗直接走的话 黑旗大概会挡住 那这样假设白旗贴 黑旗头上扳一下 我们都知道二子头必扳 那这样扳一下的话 让白旗有点难受 如果要出头只能鱼形 下边二路再被黑旗一个扳沾 这是这个子 白旗吃掉黑旗 白旗也觉得不能满意 不过这个手段呢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如何把它们作为一个组合拳 这就是白旗要考虑的问题 再有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无忧角来说 其实白旗的手段也是很多的 虽然顾名思义无忧角 应该说是非常牢固的一个形状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高手的对局当中 对于无忧角的会产生的借用的手段 也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 黑旗这又加了一手旗 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手旗的话 白旗碰拖一个之类的手段都很丰富 所以现在呢 黑旗又加了一手以后 白旗在这个角上里面的手段呢 相应的会减少 但是它在外围的手段还是存在的 打个比方 现在如果白旗碰的话 它可能会遭到黑旗 比如说立下这样的阻击 所以白旗现在呢 动的心思不是在脚上 而是转到边上来 同样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拆边结构 我们可能说 既然是打入第一杆 通常情况下都会下在这 不过如果现在白旗有胆量 直接打入在这的话 黑旗可能也是会非常愤怒的 我猜想黑旗或许会使出 这样的手段来强杀白旗 毕竟这个黑旗虽然我们不能 完全算出黑旗的空吧 但如果白旗这么贸然的 就选择这样的打入的话 黑旗应该从心情上 也是不能接受的 看了一下 从黑旗变一个这样下的话 白旗好像做活也比较困难 所以其实白旗虽然想要在里面 有文章可以做 但是具体手段呢 还是要再推敲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战白旗是怎么下的 白旗碰一个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腾挪或者寻求头绪的时候呢 贴着对方下 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白旗碰在外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有了黑旗这个脚上加固了一手以后 暂且在这个无忧脚里面呢 白旗没有手段 但是我们可以走在外面 这手旗比起刚才直接打入在这呢 对于白旗来说会更多有弹性一点 现在黑旗几个选择 首先如果说立在这儿 那白旗这个交换肯定便宜了 毕竟是这个三线和二线的交换 比方说白旗这边小肩或者靠一个 他要出头的话 方法就很多了 所以黑旗现在的态度 也是需要强硬一点 虽然不能确定 一定会吃掉白旗 但是这个招法一定要 态度一定要先摆出来 先虎一个 那白旗长 可能其友会问 白旗这样的下法不是把自己也走得很重吗 但这个下法跟直接打入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打入对方的时候呢 首先要做的一个判断就是 我们他的敌方 哪一个环节是可以去突破的 那这个环节可以突破的地方必然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对于黑旗来说 这个点是白旗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环节 那所以白旗在这边可以当作是埋下一个伏笔 因为如果刚才直接打入的话 黑旗就比如说像我刚才摆的这个并一个的沙发 那他其实也是在防白旗点进来 因此呢白旗他在这边走的这样的意思呢 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的意图其实还是想要在这边有接应了之后啊 然后再从这点过来 这也因此就是白旗碰上来的意图 现在黑旗已经没有空在这边 因为他碰一个以后 下一步这个斑是非常重要的 黑旗是绝对要立下来 然后呢白旗再点进来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盘旗的这个取材的背景 是2016年的春蓝杯八强战 那这两位对职者呢都是我们国内的 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高手 这黑旗的是陀加西九段 白旗的呢是谭笑旗段 所以其实在准备这盘旗谱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个形状 我觉得非常的有这个借鉴意义 因为我们很多爱好者对于这个打入的选点 包括这整个思路的话 很多时候都会显得比较茫然 因此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高手的这种下法 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这种手段 那为了保证这个棋的准确性 所以我还特意的去问了一下 这个对局者谭笑 他后来也给我针对这个局部 做了一些简单的看法 我们一会摆到后面会跟大家来一起来介绍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棋当然对于这种形状 假设白旗如果能够在这拖一个 可以直接做活的话 这是毫无疑问 对黑旗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 但是现在白旗他也有自己的顾虑 他觉得 有可能黑旗直接退一个的话 会有可能强杀白旗 白旗也不能贸然去这个冒风险 然后点一个 那这个点一个跟刚才直接点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是因为有了这两次做接应 那现在黑旗挡住 同样还是挡 白旗他就可以扳过来 因为如果你黑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状 如果你扳 白旗就粘住 这两子的接应使得这个接是变成了先手 下一步断吃跟贴出来 避得其一 所以如果你黑旗在街上的话 这样的方式被白旗贴出来 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白旗直接贴 还需要这个鱼形出头 二路再被黑旗搬毡 对于白旗来说完全是有着这个天壤之别 所以这个形状 黑旗是肯定不能接受 这就是白旗他所追求的一个很完美的变化图 假设黑旗直接拐 他也觉得不满意 大概白旗会顶了扳过 这样始终黑旗扳 然后白旗粘住 黑旗都需要在这花一手旗 就后手不回 那么这么看的话 比方说我们看成这样 能够先手在黑旗的这个空里面破掉 这么可观的一个木树 白旗绝对可以满意 而且我们从这个手术来分析的话 等于是这个情况下 把这个子都拿掉 白旗两手黑旗两手 然后白旗这样点完了以后 黑旗还在这后手补一个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当然实战的这个这几手旗 可能白旗会烧损 也或者未必会损 因为这一代白旗还有先手 所以如果看成刚才的这个图来分析的话 那这个结果白旗绝对是可以满意的 也可以说他的打入的 整体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功了 所以其实这盘旗也很精彩的 就在于黑旗 这个时候呢 他也做出了自己最强的反抗 前提就是在于他觉得拐完了以后 被白旗直接顶过来 不能满意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黑旗 碰一下 在白旗的这个空里面 来寻求头绪 首先他期望的是白旗挡住 如果白旗挡的话 黑旗这一般 白旗只能抱吃 因为这个脚上非常的大 那黑旗打吃就变成了先手 当黑旗打吃变成先手之后呢 再一拐 我们就会发现白旗这顶不过来了 这就是黑旗的意图 很有意思 在这个局部双方是针锋相对 一个小小的天地就已经 能够展现出 延展出这么丰富的变化 因此呢白旗 翻在下面 把你的这个 想从这儿先手给我阻度的 这个念头啊 要掐掉 但是黑旗依然是 继续步一步绕 还是拐 白旗依然顶 态度明确 就是要强调 我从这儿度过 这时候呢 次曲也很重要 黑旗它 没有先从这儿挡 它直接 二路 断一个 这样呢 白旗不能吃 吃黑旗打吃了 再一挡又还原了 所以白旗 抱吃 是最强的应手 然后呢 黑旗再从这儿一挡 看起来这个形状很有意思 双方都是 一言不合 然后就在这个局部 就大打出手 黑旗翻打 不过总体来看的话 黑旗的这个招法 可以说是 很顽强的在抵抗白旗的入侵 但是从整体的大方向上来看 白旗这个打入还是可以满意 毕竟黑旗在这儿走了一圈 对白旗本身脚上的这个损伤并不是很大 而白旗最终呢 还是把黑旗的这个空给破掉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样的一个局部 双方的这么简单的棘手棋 凝结了这么多的这个高手的智慧 也是非常的精彩 然后白旗实战呢 他是打这儿 后来谈笑的这个自我的反省 他认为这个棋如果加在这儿的话 结局会比实战会更好一些 因为加到这儿以后 黑旗就不能搬下来了 等于他这两个子还直接也救了回来 实战吃在这儿可能有点随手 被黑旗冲一下 黑旗当然在这边呢 也是小有收获 然后搬到这儿 这个局部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整体而言白旗从这个打入开始呢 还是算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的预期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盘 来自日本棋手之间的对局 这盘棋很显然是下了 下到了一个布局延伸至中盘 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 此时呢 轮到黑旗先下 盘面上的焦点是在左下方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 白旗跳过来 这三个子与白旗的两个子 是一个进行对垒这样的状态 当然此时黑旗 有一个方式可以得到一个缓解 就是它可以直接拖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下棋 它是讲究平衡的 你在一个地方得到了这样的利益 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有可能会感到不满意 此时如果说黑旗拖过的话 一个是白旗这边这个拆很大 再一个就是黑旗想这么轻松的度过 也并不是这么容易 比如说白旗可能会存在 从这碰过来 然后这搬了打吃 诸如此类的手段 或者直接挖一个用墙 也就是说虽然黑旗可以暂且的跟这块旗有连接 但是未必这样的一个价值是让黑旗满意的 如果此后还要再花一手旗 比方说白旗拆一个 黑旗还要再花一手补回的话 他觉得自身的这个效率就不是很高 因此实战呢 黑旗想自己能够把这三个子走好 同时呢也能够阻止白旗在下边这边的拆边的这种价值 同时他还是想攻击这两个白旗 那这个想法可能我们会说想的有点太多了吧 但是呢作为旗手来讲 下旗的时候当然是以追求最高效率为目标了 所以实战呢黑旗从这儿靠了一个 这手旗看上去是有点过分的第一感 因为如果说要论出头的本手的话 黑旗还是老老实实单关跳出来 比较像正招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黑旗这样选择 我认为也未必不可 因为下一手旗从这边跳下来 和中间的这个阵头 黑旗都可以两者选其一 不过实战这个下法呢 可能就更为积极 也会使得这个局势导入到一个比较激烈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说日本的旗手相对于中韩的旗手的这个风格来说 可能更加的去寻求均衡 不是这么的去喜战善战 但是在我们看到日本的年轻旗手的旗风上 可能也会对老一代的旗手这种风格有所不同 就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位拿黑旗的旗手 河野林九段 包括现在引领日本旗界的这些旗 可以说是新锐吧 比如说锦山玉泰啊 一立导啊这样的旗手 他们的风格其实都是渐渐的在走向一个 比较栗战的这样的一个旗风 这或许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吧 所去骑手们不断的去经由实战的这么一个演练 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当然这盘旗呢 黑旗是河野林九段 而白旗呢 是我们可能老一辈的旗迷所熟知的骑手 一天忌忌九段 对于这个一天忌忌九段 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 它的风格呢 也是其实在上一辈旗手当中 是属于比较栗战的这样一种风格 所以这两位旗手在这个局部呢 也是下的是非常的精彩 接着白旗 先搬一个 看看你的硬手 黑旗这个时候要注意 如果说它退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下法 靠上去这个下法就会很俗 就完全就是在帮白旗为控 如果退 白旗可能就很简单的 从这顶一个 如果白旗觉得身体好 我就这冲断跟你坐这 如果白旗觉得没必要 那他就爬一个 黑旗在这走 虽然说是在走强自己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白旗先把脚 这个边上的空啊 先拿上 拿了一票 心里面很踏实 所以这个后续的下法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下一步棋 黑旗要连班 也只有这个连班成立 黑旗才能够去考虑 这个实战当初的这个 靠一个的下法 那现在呢 白旗会考虑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从这打 还有一个是从这打吃 这两种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从这打吃的话 黑旗长 白旗会考虑这个蒸子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打吃过来 这一路蒸吃 白旗这边有子 那这个蒸子呢 其实是白旗有力 那白旗实战为什么 没这么选择呢 他可能担心 黑旗就简单的长一个 虽然不一定要吃掉 你白旗这个子 但是黑旗等于 强行的把头啊 扭了下来 然后这边还有子 这个头啊 非常坚硬 它作为一个 作为这边作战的 一个后盾吧 白旗觉得不满意 黑旗这个下法 比起直接在天上跳来说的话 效率会更高 因为它既起到了出头 同时还把你白旗给封在里面 这么一个效果 如果白旗打吃 黑旗大概会立下来 如果挡的话 这里面黑旗打 白旗粘 黑旗再一打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黑旗一尝 这个时候 如果说白旗拐的话 虽然是争子不利 但是他担心黑旗这样跳家 弃子了之后 对于自己这两个子来说 非常的危险 这就是白旗他不敢这么下的 一个原因吧 再者呢 如果白旗这样走 黑旗有可能会爆吃 打吃的话 他接住 然后把这个先渡过 那比起刚才直接渡过来说 黑旗现在是 先手拿了实力 然后再进行这个交换的 所以可能黑旗也可以满意 在这白旗还有担心 如果说黑旗对这个图 他有更多的想法的话 比方说 他先从这一带来攻击你 那以后给黑旗的这个选择就更多了 有了这个子 比方说你白旗现在往外跑 然后他再一打吃 再从这边走 那可能结局跟刚才又不一样 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下法 黑旗的 由于这边有了打吃以后 他在这一带都有一些先手 所以给白旗 这两个子的压力呢 是非常大的 包括黑旗可以再 下法再高级一点 我从这边 点了飞阵过来 因为我这边有先手 你白旗不敢从这出头 所以白旗不敢轻易的下成这个变化图 就毫无疑问 是把这两个字 可能就送到黑旗嘴里了 这是一个黑旗的构思吧 实在没下成这样 所以作为我来说 只能去揣测一下高手的意图 那白旗呢 他从上面打 让黑旗接住 这样虽然黑旗的这个 两边被白旗分开了 但是呢 白旗也有他的损失 就是黑旗等于是 把这边的子啊 转移到了下边 然后呢 这个子还含在黑旗的嘴里 所以这其中的 这样的一个利弊得失呢 是需要去权衡和判断的 当然现在黑旗也不会轻易的 放弃自己的这三个子 然后 一个 白旗长 然后他 要求 跳一个 出头 这个时候 白旗虽然很想 冲断 但是 这个图呢 对于白旗来讲 也是需要承担一些风险的 一个是 黑旗打吃 白旗长 首先这一吃了以后 白旗自己 形状上很难受 那黑旗他可以 先度过 因为你顶的话 我这个是先手 看你白旗怎么下 这边 下一步 这个子 可以跑出来 然后这儿可以吃 白旗觉得 这个图 其实 整体的一个 大的方向来看的话 黑旗还是达到了 既把自己这几个子走好 又把头转了下来 还把你白旗两边 依然是 断开了 白旗不满意 所以白旗 贴出来 然后黑旗霜 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跟旗友说 这样的形状 被对方冲出来 等于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但是现在这盘旗呢 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因为 黑旗他的这个 在如果说 不下成这样的话 他是没有机会 把白旗的这边的 这个空啊 以这种方式 给抑制住 所以其实黑旗这样下呢 虽然看上去 有点勉强 但是也不失为 一种很积极的下法 此前 白旗先尖顶了一下 跟黑旗交换了 然后现在 他把这个 头长 挡住 他长 黑旗吃 然后把这个挡住 踢掉 再走这个小尖 黑旗贴过来 白旗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下边这边呢 虽然黑旗还欠这一手旗 但是中间的这个 贴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必争之点 我们都说这个 入腹 争正面 所以黑旗 他是在这两块旗的一个对垒当中 他必须要把这个头 给抢住 否则被白旗飞 或者压一个的话 那就是中腹 就变成了白旗来掌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下面这手旗的价值很大 但是双方都还是在中间去走旗 然后黑旗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跳回来 再长 给白旗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这边继续走旗 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头走出来 实战呢 白旗是贴一个跟黑旗 黑旗这边就没走了 他就把这个头抢到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认为如果白旗实战抢这头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作为白旗来说 也有自己的这个担心 就是自己这块旗 以后黑旗就搬了 打吃之后 这一顶 虽然下法有点俗 但是也能够把白旗 这块旗给断掉 这是作为白旗来说 他可能当时想走在这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把这个断移这种走在外面的方式补好 但是被黑旗抢到这一跳 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一个局部 由当初这个靠了一连班的下法 黑旗还是可以满意的 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局部 达成了最开始的意图 好的观众朋友 这一期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